发现园林市秀飞养生馆在防疫三级警戒期间违规营业 酿成了县内8人确诊 58人居家隔离 养生馆无姓负责人遭到财罚30万 但他迟迟没有缴纳 逼得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 查封他名下一辆市价约60万的轿车 这才让他乖乖抱着30万元现金 把罚款给绞情 彰化分署现在开始进行查封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人员 查封停在路边的这台车 并且找来拖掉车要把车拖走 车主在一旁急了 今天你违反事情 然后那个彰化县政府跟你做财罚 原来车主是彰化县原林市秀飞养生馆负责人 还记得这间养生馆吗 在防疫三级警戒期间违规营业 店内中国籍小姐在外与客人连结 酿成县内8人确诊 58人居家隔离 无姓负责人遭财罚30万元 但他却迟未缴纳 彰化分署发现他目前在工厂上班 名下有一辆市价约60万的轿车 于是请税务局提供天眼电脑车牌辨识系统 拍下车牌趁他上班前 查封他的轿车准备进行拍卖 不过无姓负责人以本案在执行期间 他因住院治疗申请暂缓执行本案 听到他的车在被查封非常紧张 就马上冲出来 就我们了解他这个宿愿期间早就过了 他所谓的宿愿其实只是在陈勤 彰化分署执行人员表示 无法停止执行程序 无姓负责人想要把车子要回来 只能带着现金30万暑车 这一招让国库顺利在受案后的 10天内成功争取全部的30万元罚还 记者戴有貌 众互报道